好 天氣消息帶您來看到 花冬天氣高溫炎熱 氣象局表示 這週高壓將會逐日的減弱 溫度也會稍稍的下降 週四開始會受到大低壓在北上的水氣影響 東半部有機會下雨的 有望為近日高溫帶來消暑水氣 不過也要提醒民眾出門 還是要記得做好防曬了 連日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花冬天氣高溫炎熱 不過氣象局表示 高壓有減弱趨勢 全台轉為多雲道晴 高溫稍微下降 氣象局26日發布 花蓮重骨有連續出現 38度的極端高溫紅色燈號警示 提醒民眾來花冬戳遊做好防曬補充水分 花蓮重骨從光復婦禮一直到玉禮 其實這幾天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重骨這個地方 花蓮基本上都是最高溫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重骨的民眾 觀眾們在進中午的時候 還是盡量不要出去外面 因為在進中午的時候 在重骨這個地方是相當嚴冷的 然後只要過了大概兩點多以後 大概溫度就會比較下降一點點 那時候活動會比較好一點點 花蓮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晴朗多雲 或是多雲晴朗的一個天氣 然後因為太平洋高壓稍微有一點減弱 所以在午後 在山區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暫的雷震雨或是震雨 所以這一週天氣還是比較嚴熱的一個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高溫基本上都在 32度上下 然後低溫大概也是26、27度一個情形 所以這週還是相當嚴冷 而週四流球東方海面形成了大地壓帶 屆時水氣順著東風進入東部陸地 週四週五東半部水氣增加 有機率降雨 為花冬帶來消除水氣 至於是否會形成熱帶擾動或颱風 人帶觀察 還請民眾留意週末處有天氣變化 記者將幫院環聯師報導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到